大家好 我是金家仁 又到了金家仁每日专题时证 2023年1月1日我录这段片 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声新年快乐 很多人都觉得开放 这次国内搞共存 然后很快经济就会转向 香港就会有昔日的辉煌 这些蓝丝是这样想的 我在这里跟他们说一声 不要开心得这么快 确实我不骗你们 国内和香港都会有小洋春 因为你不限制人流的流动 人与人之间多接触 就一定会有生意做 亦有交易 亦需要服务 很简单 如果用市井的方式来说 你封了我 我想回国内吃海底撈 或者我想回国内找小姐姐 我也没办法 随着开关现在慢慢恢复了 我发觉和我想的进程差不多 因为说真的那句 说通关我就不多说了 现在都是说废话 1月8日究竟通不通 没人知道 但是现在国内的快速过风 其实是很成功的 昨天我们香港也有很多人出了 我自己也有做直播 你看到很多人 如果你比较五六年前香港 其实真的很差 因为铜锣湾时代广场没有人 尖沙咀的人也不是真的多 当然你的新闻还会说有垃圾 香港人没有公德心 倒数完之后整地垃圾 有垃圾 即是我想说那些人犯法 你便拘捕他 但是以前更夸张 我真的不是说什么 以前你旺角 佐敦 铜锣湾 尖沙咀 金钟 蓝桂方 即是上环或中环 你每逢倒数 天光全部都是垃圾 你别说倒数 以前 有夜生活的时候 旺角你第二天玩到 星期五 星期六 玩到早上 人家都是垃圾 因为我曾经住在旺角 我便知道 所以其实垃圾多代表 你的经济是法荣的 比现在在街上八九点之后冷清清 我今天不是想和大家说香港的事 香港那些事没什么好说 通关也没什么好说 民生我一向都不说 都不会好 说什么呢 就是说国内 我自己判断 或者我现在预测 会出现两件事 在金融体系方面 会有很大的影响 我今天不是和大家说 国内有什么失业 做生意的未来前景 或者小洋葱应该投资什么 这些我迟些会和大家说 因为真的会有小洋葱 香港也会有小洋葱 国内也有小洋葱 我自己直播也说过 不会很长时间 因为老人死了之后 那些资金会释放出来 释放出来 会有些人去做投资 但问题就是 我们伟大的中央 他自己本身有很多问题 我在直播上已经断断地说 失业问题 房子的问题 断供问题 其实根本是年带关系一环求一环的 所以这些问题 会令到触发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金融问题 其实第一件事和大家说的是什么 金融问题就是国内 其实早几个月或半年前 也有国内的KOL 香港的听众也好 普通话不太好 所以不会怎么听国内的KOL 说国内发生的事 但我的普通话很好 那些聆听能力是95% 就是我自己认为的 因为我没有去考过某些测证书 一直都不考 其实这件事和我和一些香港人 或者新香港人 或者把资产转移 回到国内的人 是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其实有两种人 一种人是怎么办呢 就是把资产走到外国 准备在外国休养新息 对不对 但有些人是怎么办呢 好像早期我这些 就以为国内会开放的 越来越好的 十年八年前就在国内买楼 在国内投资 那不就糟糕了 那我这些人 在亡史也好 在任何人眼中 是大死的 我也觉得自己是大死的 但我经常都说 为什么我不走 我有能力走 我也不走 因为我不想打仗的时候 离开战场 当你离开战场的时候 然后说 我支持香港人 我真的要反攻 对不对 但我人在英国 人在台湾 台湾也比较好 因为不知几万年后 可能有机会发生一场战争 说而已 吓死而已 多久没人知道 但我知道香港的战争 在2019年就打了 所以 长将在我眼中 继续在打 有些人认为 香港人已经输了 也有些人 有赌还未为输 条命还在 不能说输 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 但我觉得 长将 是一个终身的将 一个个人的抗争 所以我不选择走 也不会走 而且我会深入敌阵 那种 如果你不深入敌阵 你不了解敌人 那你怎样知道敌人的弱点呢 那你怎样可以再用一些计划 或者说一些言论 去打击敌人呢 现在国内面临失业 以及房市 经济各方面的问题 到最后会触发一个金融问题 银行体系问题 这是肯定的 未来三四月 快速过风 一完之后 三四月 那些人出来找工作 找老闆 发现 老闆不在 但他们需要公司 一公楼 但他们需要一份工作 然后就没有 然后找他们的存款 到这一刻 想动用他们的存款 就大事 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我说 国内的银行卡被限制被凍结 以及被投资 我相信你都听过我说过这些东西 那现在呢 最大的问题是怎样呢 其实早在12月初 3日已经给了一些资料我 当时我没有说 就是说 其实Lao新闻也出过 就是很多一些 中长期 投资的基金 有些国内有些叫定期存款 有些是完全定期存款 就是放在银行里 收到很低的利息 2.3厘到2.9厘 有些是2厘 这些是完全没有风险 当然 你说国内银行也可以不给你的 他们也可以不给你的 但是 有一些是中度风险 和高风险 其实这些是有些投资性的 就类似你买那只基金 好像买股票 但是他给了高息 他的高息不是很高的 可能是3.5厘 3.9厘 或者有些是去到4.5厘 金家人 你有没有投资过 我是有的 所以我也说 我也赶紧了 当时12月初 很多的时候 这些新闻 我有一条影片 我会铺出来 就是说很多 到期的时候 他就会大跌 幸好很多香港人 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其实这些基金 有一个年限 比如说你买9个月 或者你买12个月 即是一年 或者18个月 你每个月他就会 相对性 给你一些钱 或者他帮你投资 然后你每个月 会看到 你这只基金 是赚还是亏的 他告诉你 3.5至3.8厘 其实的意思就是 你选中度风险 中度风险大概的回报 是这些离数 就不代表一定不会亏的 我买的时候 我是知道的 所以一般来说 我也是选中低风险的 好了 有些人 就很厉害 不懂得死 搞高风险 或者是完全投资性质的 比高风险 更高的风险 有些去到5厘多 现在的问题 就是LOW新闻 和国内的媒体都说过 就是在11月的时候 国内很多这些所谓 定期存款的基金 出现了 临到期前两个月 大幅下跌 连本金也虚了 有些人 其实放的钱不算多 有些人 就投资15万20万 一般有限制 有些最高好像50万 有些是没有限制的 如果高息的那些是没有限制的 大家想想 是否好似村镇银行事件 没错 真的好似 最初我以为 那些村镇银行 比较七厘十厘的 其实都是诈骗的 都是那些农村银行出事 没理由各有银行 中国银行 建设银行 和总之四大银行 他们都会出事 但是现在 就真的他们出事 国内在11月不同的银行 相继出现了这种问题 就是 但是 他们有一些投资了的基金 就临到期 血本无归 很多人就在论坛 和一些微信 呼吁 能够熟回 这些基金就尽快熟回 我其实买的时候 我都觉得他们很诡异 我买完之后 我想找回基金 或者我投资的项目 九曲十三弯很难才能找到出来 但是 到最后 有些基金我自己都搞定了 到期我都熟回 因为当我知道的时候 其实我已经是 我自己刷过 今年六七月的时候 我回去的时候 其中一件事 可以搞回这件事 我想熟回一些基金 因为我觉得有点不妥 因为 我明不明白 我买的时候 是九个月 那我已经到期了 因为我说的是 2021年买的 为什么呢 其他部分 是说我十一月才可以熟 是延迟了我四五个月 但是八成 我都拿得回 而最终是有赚的 不是虚的 我自己的部分 但是我另外 大概有一笔钱 十几二十万 就在三月到期 这样就达出大件事 那会不会 我都拿到货 不知道 但是现在很多 就是呼吁 一些人 就是 你自己存了一笔钱 那 有十几万 可能放在这些 中高风险那里 然后想拿来用的时候 刚刚差不多到期了 就发现 投资者里面 是没有了40%至50% 而且是没有得追究的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他说你蝕就蝕 很奇怪 好了 这件事也是属于个人的问题 其实我说这件事 你也不可以说 银行 未来会有一个大型的金融问题 没错 是可能不会的 你只不过是个别事件 但是 你说到 大型问题 涉及到全中国人和香港人 那我就不能不提 数字货币 其实 早几天 因为我换了电话 那我就下载一些APPs 而且我都要看回基金投资的时候 那我就在国内的 就是 就是 苹果的搜寻那里 装国内的APPs 我运动到的是什么呢 国内的数字货币 再一次 推出 这件事其实在2021年 在2020年年尾2021年 他试了几个月 就在几个不同的测试店 就已经做过了 其中的测试店就是深圳 当时上了新闻 雷星大就雨点少 接着就完了 直到现在已经差不多了 消失了两年了 但是 现在 习大大 上了位之后 稳定了自己的帝位 重新 退出 因为其实这件事 当时我已经看过 我已经提过 我当时判定他 没可能搞得到 但是他真的 再坐在大位之后 他是一意孤行 你就是催他不仗 现在就是了 他真的是一意孤行 他现在在不同的省市 现在说的是十几个 因为我下载了APPs 看了 他现在在不同的省市 十几个省市里面 推行这个数字货币 但是 唯独是没有深圳 很奇怪 深圳推出了之后 已经测试了 不行 以他的性格 不行 不行 做到行为止 对吧 其实大家都要明白 数字货币是什么 中国的数字货币 你们不要打算是Bitcoin 不要打算是99币 或者以太币 完全是两样东西 人民币数字化的意思是什么 很简单 他出钱给你 就出一些数字给你 其实如果不知道 很多人还没回到国内 还没用过微信支付 或者支付寶支付 其实他不明白 如果你 用这些支付 他是扣你银行的钱 而你银行的钱 你可以禁止现金 所以 其实 没有问题 他只不过 将你实质的钱 就变成一个数字货币的形式 就像信用卡 交易 那你里面的钱 也是钱 但你现在发行的数字货币是什么 以当时 2021年 说得很清楚 数字货币是不能够禁现金的 这个就是数字货币的重点 而数字货币 能不能够去买黄金 是不清楚的 这个世界只有一个国家 韦来瑞拉有两种货币 一种可以兑换美金 另一种是不可以的 所以你不能兑换美金 那种在韦来瑞拉的货币 就是你要找一条麻绳 捆了三四斤 你才可以搭一次即使 现在中国 疑似 是继续向这条路走 很简单 其实他不会理你 现在银行的钱里面有多少钱 他不理你 你有多少他不搞你 但是 未来发工资的时候 如果国家规定有百分之三十 或者百分之五十 他要发数字货币给你 是国家规定的话 你不能走 那你就大事了 你不用想着走资 为什么他现在会开放开关 我在直播里面也说过 你不怕走资吗 你不怕的吗 所以中央一定是有准备的 而最简单 封了走资 就很简单 不让人民币匯外币 不让人民币带他出境 而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 数字 科技监察 就用数字货币 他是不是真的这样走 我现在是预测的 我自己说话 整天都会中的 大家都明白 那是否真的会中的 我又不知道 如果真的中 那就大瘋了 我预料他也会这样做 所以我其实现在都已经 一直在想 要回去 盡快把钱换回港币 但我自己也有物业在上面 所以我现在都很烦恼 我需要用人民币 我亦需要用港币 但我自己绝对不会需要用数字货币 数字货币是什么意思呢 电子粮票 等于你现在广州 就不停给消费券 广州的人 越发放 很多人都不知道 很多人都用消费券 现在在所谓的疫情 去购物去消费 其实不是类似香港那些 发放给支付宝那些 是一堆数字 然后你拿到数字去购物 但是我们支付宝 是能够 这些消费券 能够买iPhone 可以买高 就是 电脑产品 或者买黄金 我们这些消费券是这样的 那你说 如果这样的话 跟现金是没有分别的 其实是有分别的 因为这些消费券 你不能够拿去换美金 你要买了一件东西 然后把这件东西 转回正常的货币 你才可以换成美金 你才能够走到支 你如果 譬如很简单 之前我是用百六通 或者我是支付宝收钱 收港币 那我想用这些钱 转成美金 然后带去外国花 是不行的 大家明明的概念 而国内的消费券 其实就是一样的 但是当时 他觉得很清楚 是不能够买黄金的 更加不能够投资那些所谓紫黄金的东西 不能够用来买股票 这些消费券 你只能够买实质的东西 那大家明不明白 怎样放走资 他不让你买黄金 和不让你买股票 亦不让你退回外币 这些所谓的电子货币 其实就是电子粮票 跟我们的香港 之前发放的消费券 其实差不多 但又不是完全一样 因为我们香港这种消费券 你真的可以去买iPhone 你真的可以去买黄金 然后转买 你说要收现金也可以 如果过来真的不会很久 真真正正完全实行的话 三年 他一定要政府硬性规定 出粮有多少%是出消费券 如果经济极度外劣 完全不行 一年或者一年半 他逐步逐步慢慢慢慢滲透式 就要求人们使用 现在我绝对是先知先觉 这件事是没有人说的 大家可以上网下载一下 这个APPs 看看怎么用 不过你会去到某个部分的时候 他就说你的地区不能够使用 所以其实是不行的 但是 接下来我会很关注这两件事 因为跟我很有关系 就会叫国内的人 在刚好那区的人 浙江省我多少次有 我6号现在在浙江 所以我就会跟他谈谈这件事 叫他试试下再来 看看怎么用 之后 这件事我会再跟进 到时你们就会知道究竟 我们就会有点了 我们就会打算 我们就会打算 我们就可以了 我们就在这一面 就要杀出重点 所以我们就会打算 有一点 这么多